真的很巧 3号下午金亭乡环岛北路的路段 接连发生两起交通事故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路段 警方接到通报之后 马上到现场处理 由消防队协助受伤的两名驾驶 还有一名负载的乘客送医救治 3号有一名纯姓女子驾驶至小客车 要沿着环岛北路 由金湖往金城方向行驶 行经厚杀路段 疑似因为身体状况不佳 导致痣状 而另外一起是 同路段同时间 一位潘姓男子驾驶至小客车 沿着环岛北 由金宁往金城方向行驶 在行经能耐路段 想要右转的时候 和同项由蒋姓男子 所骑乘负载红姓女乘客 普重机车发生碰撞 金宁乡环岛北路 接连两起车祸 造成了三人受伤 第一件在下午16点30分许 陈姓女子驾驶至小客车 沿着环岛北路二段 由金湖往金城方向行驶 行经厚杀路段的时候 疑似身体状况不佳 导致痣状路边的行道速 造成车头损坏 陈姓驾驶胸口磋伤 第二件16点45分的时候 潘姓男子驾驶至小客车 沿着环岛北路一段 由金领往金城方向行驶 在仁爱新村路段要右转的时候 跟同向的机车发生碰撞 造成驾驶及乘客多处插错伤 这两件事故 伤者都由消防队送往金门医院 做经理部的治疗 警方现场实施酒册 已经排除酒后驾车的情形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由本分局厘清当中 警方呼吁用路人 要确实遵守交通法规 转弯的时候 务必要减速慢行 而另外开车前 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状况不OK 要选择安全的地点 作为适当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